何威健 为什么你的柠檬甜甜的 何威健 快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柠檬甜甜的 太阳一乐 整天雨天 每天都shiny Up Radio 是我眼睛 就一起 在一起 Zither Harp 打了黄色关子 不行天都不行 抓了一下发现 自信冲到走进 今天需要多一点勇气 再给自己打打击 浪漫我不给你 笑容还算克制 像柠檬的歌声 爽浪带点自己 和我一起 永远不会迷 今天明明 每天天地 嗨不嗨我的心 谁逼得上我的心 想不想在一起 两只手牵在一起 要不要说原因 快快变头说原因 请让我开始在一起 何在一起 爱多美丽 手满香气 只是在你心里 它总是酸流流鼻 不开瘦瑟外皮 这颗柠檬甜甜蜜 我一天一天 更爱你 心酸的最后 回忆尝到甜蜜 沉浸在我怀抱里 我的爱是Lemon Tree 就等你的决定 决定用爱继续 那些不安的 怀疑的 犹豫的都暂停 Go like a teen 梦爱情 让我捕捉你 幸福的味道底 无法不怕 我的心 谁逼得上我的心 想不想在一起 两只手牵在一起 要不要说原因 快快变头说原因 请让我开始在一起 何在一起 爱多美丽 什么消息 只是在你心里 它总是酸流流鼻 不开瘦瑟外皮 这颗柠檬甜甜的 我一天一天 更爱你 酸酸的最后 回忆尝到甜蜜 沉浸在我怀抱里 我的爱是Lemon Tree 8点20分的时候 它到底是酸酸的 还是甜甜的呢 问它就对了 好久不见 何伟坚 俊昌哥哥 你好 带着柠檬来找我们了吗 是我带着柠檬 因为我今天 我是以一个柠檬蒂的身份 来跟你拜访你 这一阵子你都靠柠檬蒂 哇 掳获了好多人的心 就是这种充满了维他命C 健康又有活力的感觉 对 而且大家都常常问我一个问题 就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柠檬是甜甜的 但是我只能说就是因为 只有我家的柠檬是甜甜的 多来一些些好不好 我们常常去买的时候 有时候做菜 当然可能需要有点酸酸的滋味的 但你要需要有些这个 的juicy感觉的时候 可是其实因为柠檬甜甜的 其实是一首 就是看到你心仪的女生的那种歌曲 那种滋味 所以不管你吃到多酸 还是多辣的东西 你都会觉得就甜甜的 但这次我们就用柠檬 来形容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有feu啦 对 你看到那个人有来店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不管吃了什么东西 你都是甜在心里的 是的 我们多久没有见面了 台湾的观众多久 台湾的听众多久没有看到你 来宣传一张专辑 你最新的作品了 我相信我上一张国语专辑 应该是四年前 也很长的一个时间了 大学都可以毕业了 所以就是当我唱校园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学生都 都已经好像从国中 都变成高中或者是大学 然后我们在唱 我上一张的主打 当我知道你们相爱的时候 就大家都已经 都朗朗上口 然后就跟我一起唱 其实很开心 陪伴着他们一起成长 对啊 算是有一种 这样子的感觉 刚才听到了 柠檬甜甜的主打单曲 这当然是一首情歌 开心的情歌 甜蜜的情歌 对 就是以一个抒情的方式来呈现啦 好像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假装不了》 就是我的第二波的抒情主打 有把你一些以往酸的记忆 把它再找出来吗 其实有 因为我们这首歌其实是我 当时候我就去到 LA 美国 然后就去跟我的制作人碰面 因为他在那里就是开始发展 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那里的时候 其实目的是想要 就是跟一些 在那里的一些创作人合作 然后就跟他们 就切磋 怎么知道有一天 其实他就把我去抓进去 录音室里面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今天要不要写一首抒情歌 然后我就说 嗯 好啊 我们试一下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你想一想 就是之前有什么经历 就可以分享的 所以我就当时候 就想了一想 就把这个 这个回忆 挖出来 把它写成这首歌 你那么大方喔 很多人那些回忆搞不好 那个伤口终于都快好了 因为我是 就不想再去挖啦 我是觉得就是 这些写歌是算 对我来说是算是一个记录 就好像是一个日记的感觉 所以就是可以把这些写成歌 我觉得真的还不错 嗯 带了很多的你的创作 来到这张专辑里面 像现在 我们听到的晴天 是 晴天 也是你自己的一个创作喔 晴天 晴天算是一个 自己 写给自己的歌 我是写给自己的 对 因为 当时候就是 有一段时间啊 我就是 就觉得很 很 很失落 感到有点迷惘 然后就 当时候也是 各方面 生活上各方面 很多东西都很烦恼 好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 关在 我就发现我自己把自己 关在房间 好几天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决定就是 看一下我周遭的环境 就发现 欸 为什么我这样子 然后就想要写一首歌 就是 告诉自己 是时候 把就是 袜子跟鞋子穿好 继续往前走了 所以 晴天是一首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 的一首歌 因为那是我在 当时候的一个转捩点 所以我也想要把它 用开心的方式来记录下来 一直以来你给我们的一些 形象啦 都是这种 开朗的啦 阳光的啦 然后愉快的啦 可是 比较这种难过的 或者是 失落的那一面 你都有自己 是不是 可能你的周遭的朋友 都不见得看得到吗 就自己就 关在房间里面 去度过那些低潮 对其实我 其实我 我有 我有很多事情都很 很喜欢闷在里面 可是我发现就是 嗯 就是 经过 几年的那种 逆练 然后就觉得 嗯 其实很多事情 就关在里面 其实是真的 还蛮不健康的 所以就想要就是 一个 找到自己一个方式 来把它抒发 出来 然后就给它瓦解 所以 我之后就 就决定就是 把这些心情都写成歌 所以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实在我这张专辑 就今天发行的这张 嗯 热腾腾的柠檬 真的 今天才刚刚发行 很热的喔 热腾腾的柠檬 对啊 柠檬甜甜的专辑里头 当中的歌曲 其实很多都是 呃 自己的创作 基本上 八首都是由我自己 参与创作的 所以 很多都是记录着 我这几年 在第二张 国语专辑 跟到现在的 整个时间点当中呢 呃 写出的一些心情 一些经历 嗯 我都把它记录了下来 你刚才讲了 有一个时间点 突然觉得 不应该这样子了 穿上鞋子跟袜子 要走出去了 对 要去拥抱 更好的一个空气了 就什么样子的一个念头 就是说 是一个画面吗 一首歌吗 或者突然之间 登 你就是一个 一百八十度 不一样的 面对态度了耶 对 其实我 我面对事情的态度 通常都是像你说的 一百八十度 很极端吗 不是左边就是右边 然后不是上就下 就是 会有一段时间 我就 一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我就会自己 告诉自己 够了 哦 顺便帮 呃 那么好对不对 好够了 你还帮他打歌 对 我真的就会告诉自己 够了 然后就说 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要 要要反省一下的时候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 希望就是不想就是 因为伤心而写一首 伤心的歌 反而我想要就是 因为伤心 才 赶快写一首 开心的歌 来 提醒自己 不要伤心下去 因为 我觉得就是 悲观啊 悲观的那种指数 越来越高 其实只是自己的一个圈套 对啊 是把自己陷进去 你是 是你自己 把你自己陷进去 对 而不是就是 人家害你 就是 越来越惨 这样子 真的180度耶 你伤心的时候想要写 开心的歌 当你已经走出来了之后 有机会创作 你也愿意再把一些伤心的记忆 对啊 又挖出来 好像假装 现在大家背景听到的 假装不了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明明就是去到 美国 然后想要很开心的去 跟大家就是 完成一片 写歌 玩音乐 然后就很开心 切磋这样 然后制作人 就直接把我丢进 那个冷宫里 然后叫我写一首 伤心的歌 但是当然这样子 也是突然间 我会觉得有时 你开心开心 归开心 突然间就被 被叫到 要做一件伤心的 会回想起伤心的事的时候 那种感触会更多 还是他其实已经都已经在旁边有观察你了 你可能你的神情 或是以前你跟他的一些互动 有一些message 传递给他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然后开启你写歌的机会 这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对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这一次我们写出了这首歌 我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的 嗯 我们就来强力的推荐咯 完整的来为他播放一下下 除了刚才你听到的那种动感动感的 可以跟着你跳 林芒舞的之外 也有很深情的何卫健 在这张专题当中对不对 是 哇我们的网路的聊天室当中 已经有一个 听友叫做Kitty Lin 她就告诉你说 假装不了这首歌 真的超好听的 这应该是你的超级fans 谢谢谢谢 好开心 就一起跟所有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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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好 好 假装不了我哥德沙 但其中一个被祝福 也算幸福吧 假装不了你不爱他 你要是能快乐的话 寂寞我会想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痛也都值得伴 寂寞我会想办法 现在我已经把何维健 所以你都可以看到了何维健的一举一动了对不对 我以为我留点时间给你跟大家一起在那边打字聊天一下下 所以呢我们刚刚就突然之间在看彼此在做些什么事情是不是 我们的聊天室当中 现在这个账号呢何维健 就会用键盘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 因为包括了像刚才提到的Katelyn 还有很多朋友的话呢 你喜欢他的一些歌曲声音的话都可以透过了 我们现在正在917APP的聊天室当中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下 当然也是你今天热腾腾的这张专辑正式的上架 酸酸又甜甜的感觉 就我的最新专辑柠檬甜甜的就在11月2号的今天发行了 而且你也担任了制作人的部分 对这张专辑其实有一半的歌曲都是我担任制作人的 对还有就是另外一半当然就是跟我一直都是合作很多年的伙伴一起做 好像唐达唐达就是其中一位 他就是跟我一起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制作跟写出来的那位好搭档好制作人 然后这次也是由他来帮我制作出假装不了和柠檬甜甜的 好像现在这个背景的音乐再给爱一次机会也是他跟我一起做出来的 会不会成为你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歌曲创作 或是未来新专辑的一个走向 每次都把一首我们所熟悉的歌曲sampling进来之后把它变得有全新的感觉 唱出2015、2016、2017都是属于另外一种何维健的创作 对其实曲样改编对我来说是一个 已经算是一个挑战 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曲样改编可能有一些些不太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那其实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然就是在创作方面由我们创作人来操刀当然没错 可是当我们写完了整首歌之后 我们要去找版权公司 要去邀那个 让我们用这首歌来取样的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跟辛苦的一个过程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来就是让大家听到我当时候 可能我小时候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 然后也同时可以勾起就是知道这首歌的听众的回忆 同时呢也可以把这首歌介绍给就是新的听众 这一次把Lemon Tree加进来的话 是因为你家里就有小朋友就很爱这首歌曲 对啊 其实我的家里有我姐姐有两个女儿 然后她们其实非常可爱 可是很奇怪可能就是我姐姐的原因 就让她们就是接触到苏惠伦的一些歌曲 所以当然柠檬甜甜的是改编自Folce Garden的Lemon Tree 对 当然苏惠伦当年在也有演绎那个中文版 就是柠檬树 然后我姐姐就是很喜欢鸭子啊 苏惠伦的鸭子 苏惠伦的柠檬树 然后就给我的两个小 她的她的两个小女儿听 所以听了之后她们其实就很爱这首歌 所以我也要借这个机会用这首歌 再加上苏惠伦是我的女神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用这首歌来取样 然后就想要 其实基本上就是想要有一首歌 可以 我可以跟我的两个外甥女一起唱一起跳 下一次你就说啦 这是舅舅的咯 2015年的时候 对 属于舅舅这样子的一个版本了 对 她们现在其实都把舞练得非常非常的棒了 哦 对啊 之后我可能就是在我的社交媒 就是Facebook上还是IG上 会po她们跟我一起跳的画面 这很有成就感吧 突然把你女神的歌曲再融合到 你的一个全新的创作 然后再把你的家里的 可爱的小朋友一起拉进来 对所以我说这张专辑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个人的 因为里面真的收录了非常多 我私以下的一些 好像柠檬天天的 其实有一部分是要献给我的家里这两位外甥女的 然后 过往的一些你说伤痛的回忆 对好像晴天是写给自己的 就是大家可能这一次就真的看得到 比较赤裸的我就是比较私底下的我 嗯 现在听到是在遇见你 嗯 这首歌 对 那又要刷献给谁的呢 每一个歌 在你在创作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有一个投射出来的对象 还有故事 这首歌其实是我 就是写给我的 我姐姐的一首歌 对 因为之前就是很不幸的就是 呃我的 我姐夫就离开了我们 嗯 对 但是我就是想要就是 用一首歌的方式来 就是跟她 跟她说声嗨 嗯 然后之后其实 也就是看到我姐姐非常坚强 然后就想要写一首歌 送给她们两位这样子 嗯 在这个歌词最后面的时候 你都有把你最爱的人 你都有list上去了 包括你可爱的粉丝 叫做和粉 嗯 所有每一位爱你的人都叫做和粉 对 然后有献给你刚刚说的 家里的小公主 然后献给坚强的姐姐跟姐夫 还有送给你自己 我觉得你自己也是 很值得这些辛苦之后所换得的成果 是的 对 包括你可能有比较低潮的时候 还是要创作 你还是要唱歌 还是要持续的努力 嗯嗯嗯 所以这一次其实 创作方面 我觉得我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 嗯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张专辑 你觉得换一个地方 会不会真的就是一种心情的转变 像刚才你说的 先飞到了美国去 然后 不一样的环境 给你一些刺激之后 那些灵感啊 还有那些 创作的想法 跟逻辑又会不太一样呢 绝对有 因为就是 好像我 当时候就飞到美国去 跟制作人 呃 跟很多的 我的制作人 就是做音乐 同时也遇到了很多 就是在那里 拼了很多年的音乐人 哦他们也拼了很多年 就好像 打个比方 我其实 我有遇到 就是写 Miley Cyrus Wrecking Ball 哦 的那个 作曲人之一 然后他其实 他我们就跟 我们就聊了一下 他就说 那其实我一直都住在加拿大 这样子 然后他其实都有小孩 生小孩结婚了 可是 一直都是在音乐上 这方面一直在拼 就一直到写到了那首歌 大众了之后 他现在终于就是有这个办法 就把全家人 就是移民到美国 然后就在LA 就是落地 神根 继续做音乐 所以人家也熬了非常多年 然后 所以我就 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很欣慰 然后就觉得 如果他们也可以 谁都可以 那我也可以 这样子 给你一个很大的鼓励 很大很大的鼓励 对啊 但是熬的过程当中 真的 只有自己 或是当事人才知道 那种辛苦 跟不确定 对不对 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然后可能要拼到什么时候 嗯 对对对 但是对我来说是 因为我一直都对我自己 就是 要求很高 嗯 所以 当我就是 开始就是 太过 太过于 就是 伤心 或者 整个心情太 太太失落的时候 我自己很容易就会 叫我 就打我自己一巴掌 叫我自己心情 好了 180度要来了 对不对 从这边 要转到另外一边了 就很快就这样转了 好 就像这传奇当中的歌曲 刚才有想念的 充满了这样子 很不舍的感情的 但现在又要 让你跳舞的 跳动的感觉了 是 所以 随着你的这个 曲风的安排 或者是编曲的那种 节奏的话 大家也就是跟着你 那个180度 一直不停的在 转来转去 是 OK 我们就推荐给大家这首 我还蛮喜欢 在专题当中 可以跟着你一起 动起来的 谢谢谢谢 这首歌叫做 Forever 听歌的同时呢 我要帮你放回到 键盘那边去了 好多人因为你的加入呢 都进来了 你想打英文也可以 或想打任何的字 都可以 打一个表情符号 也可以 给他们说一个嗨 因为 8点47分的时候 我们同时的在 popradio 听着何维健的专访 也是今天刚热腾腾 出版了最新郭宇的专辑 我们下集完 I'll give you my love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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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ver till the end of time 今天何维健带着全新的专辑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是今天正式上市 所以好多的粉丝 你看在聊天室当中就讲说 他们也同时在品尝着属于 他们的专辑 刚刚拿到的 然后可能之后陆陆续续 很多人有些听歌心得 就会到你的Facebook当中 跟你来交流讨论 分享一下了 对啊 今天我在我的Facebook上 就是还问大家就是 我专辑里头你最喜欢的歌曲 到底是哪一首 我很想知道大家的意见 做一个民意调查 对啊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就是 听了整张专辑之后呢 就觉得 这首次我最喜欢的 我就是鼓励大家去到我的Facebook 跟我留言 跟我说一声 或者也可以去到我的Instagram 或者微博上 就是跟我说一声这样子 好关键字 我们要打什么字 才能够找到你官方的 直接你自己来剖图啦 或者来发文的时候的一个互动交流平台 大家其实很容易的 就直接打我的中文名字 或英文名字都行 中文名字就是核为健 就是人可核 维他命的为健康的健 还有Derek Derek就是D-E-R-R-I-C-K 然后姓名就是H-O-H 你就会看得到 现在就是 好像Facebook都有一个蓝色的 勾勾 勾勾 你就会知道这就是官方的 你有被勾到 对对对 你有个蓝色的勾勾喔 黄色的一首 柠檬甜甜的歌曲开始 我们今天的Ending也要听在 诶 也是有黄澄澄的感觉的 哦 这首歌吗 对啊 这首歌叫做十五的月亮 然后这首歌的呈现方式很特别 因为这首歌是一种很旧很旧的歌曲 可是我们就用一个R&B 还有就是A Cappella A Cappella中文叫什么 就是人声无伴奏的一种人声 对 合唱的方式 对对对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 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地方应该就是 现在我们就是花个五秒听一下 好 好 这些全部的声音 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声音 对啊 艺人大乐队 对 所以就是不管是中 就是男高音 还是男低音 女高音 女低音 还是主音 还有beatbox 完完全全都是我自己的声音 对 有没有很过瘾 就是你一个人就唱完了所有歌曲的细节 配器配乐 说真的是真的很过瘾 非常非常的过瘾 你录了几个鬼你能不能去算 就是 我们录了 因为这有一 就男女 对 的高低音再加主音 但是每一个高低音我们都录两鬼 所以就总共有一二三四乘二八 再加主音 九再加比堡 十鬼 就是我花了一个礼拜 我花了一个礼拜才录完的一首歌曲 天哪 对 很酷耶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嘟嘟嘟啦 也是我的心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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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你的心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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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次你还想玩些什么样子的音乐的一些创意呢 一定还有很多的一些点子在你的脑筋当中 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很奇妙的 永远都玩不玩 嗯 所以 下次我会做什么我当然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 我很期待就是我下一张专辑的下一个旅程 可是 现在呢就 要 一百八仙 陶醉在我现在这张专辑里 跟着你跳起你的柠檬舞 对 哦 对 因为现在我们柠檬甜甜的 就是在发起一个柠檬健康操的活动 所以 大家如果看了MV之后 因为这次MV找来黄明志导演 就是大家熟悉的标高音啊 泰国情歌 是 他都非常搞笑 对非常搞笑 所以里头也有一个柠檬健康操 也希望大家就可以学起来 录制 可能短短的影片 然后 也可以就是 就hashtag 柠檬甜甜的 然后给我 可以给我们看 然后搞不好就是 来掀起一个就是柠檬健康操的 那个 活动 运动 我们一起都做 然后我现在也是 之后应该会跟你一起跳吧 哦我要跳吗 我也要健康一下是不是 你要跟我一起跳吗 所以到时候 要一起来跳健康操 对我们录完这个 我们就可以跳 如果现在没有空的话 没关系 我们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们可以跳 对 我们要到新加坡的时候 这个周末的时候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 年度颁奖圣典 就要举办了 在你的家乡 对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即将在新加坡举行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飞到新加坡 跟我们参加这个圣典 等你带我去吃好吃的 一定 好不好就在这个周末了 谢谢何卫健 来到我们节目上的周 谢谢俊昌哥 新专辑发行呢 顺利大卖 而且更多的朋友们 可以跟着你的 这个柠檬健康操呢 跳得开心 要跳得健康 谢谢你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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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